当初以为可以白头到老的爱情 却因为种种原因在半路下车 当婚姻的遗憾延续到下一代 离婚这是对她的成长最大的失策 我从她小的时候 就是从事单眼爸爸然后单眼妈妈 我没有时时刻刻陪着她 我有点遗憾 这就是缺陷 这就是残缺 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到他们小的时候 虽然说我是担心家庭 但是我父爱也不缺 母爱也不缺 我现在真的不会觉得 因为自己是这样的家庭而感到自卑 离婚了之后 我感觉双方都有变轻松 她没说才四五十岁 没有必要为自己条条框框来 限制自己后面的认识了 我很期待她再度再进入一段 很长久的亲密关系 人的一生会遇到八百二十六万 三千五百六十三人 会打招呼的是 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人 会和三千六百一十九人熟悉 会和两百七十五人亲近 人到中年 越境千帆 那些前半生素未蒙面的灵魂 是此刻翘首以盼的心友 你好 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分之一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行业 有点期待的 开心快乐的假期 找到热同道合的朋友 不管什么用的人 我还是能找到话题 我就可以感受这个旅程 通过节目能把我变成更自信 更勇敢的人吗 如果能够找到女朋友 那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次 是我唱开心扉 整个走出去的一步 我觉得人到中年之后 也会有心动 她在一个同样的人生的阶段 然后就还更容易理解我 让我感受一下久违的父爱 来吧去嘉宜 给你听爱 这是一个缘分 把我们聚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 有我可以牵挂来的 大宝贯能力欠你 赞美好 准备好了吗 我将与你们一起 打开故事最初的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好